对于侧义团体推动罢免中国国民党籍基隆市长谢国良行动 甚至伪造篡改中国国民党发布的文宣 23号中国国民党基隆市党部指出 罢良团体制造假讯息并透过网络散布 宛如政治诈骗集团 他们要透过司法予以惩戒因而提告 日前 马英九到基隆力挺基隆市长谢国良 中国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用马英九和谢国良照片 制作反恶霸挺善良图卡宣传 然而这张图卡被霸良团体改成所谓挺霸良 并以此号召支持者到场 对此 马英九办公室痛斥 改图是下三滥手段 是民主败类的行径 23号 中国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到基隆地检署地状 告发霸良团体 涉犯岛内伪造变造斯文书罪等条例 中国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发言人郭建峰 谴责该团体手段卑劣 把反恶霸挺善良 改成挺霸良 不仅完全被离世时 更损害马英九声誉 团体可以用自己的文宣表达诉求 但不应制造假讯息 进而透过脸书等平台散布 宛如政治的诈骗集团 与此同时 基隆庙口夜市的电子广告牌 写出反对为罢免而罢免的文字 变相支持基隆市长谢国良 此举遭到绿营支持者抵制 绿营扬言之后再也不来基隆庙口夜市消费 对此 基隆庙口夜市总代表谢文贤称 反对霸良团体是他个人行为 与夜市其他谈犯无关 究其原因是他看不惯恶斗的情形 当基隆庙口出现这样的一个跑马灯 说反对为罢免而罢免 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 这也反映了一些贪商的心声 那我想请问一下 难道台湾现在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他难道还没有办法表达 他心里一个感受的自由 结果现在就要立刻去追杀 王洪威指出 绿营这种操弄已经不是第一次 几个月前花莲地震受灾严重 蓝一鸣代夫昆奇 与花莲县政府发起募款 当时这些绿营侧义 就发起过所谓抵制花莲行动 还呼吁不要捐款给县府 王洪威批评 抵制花莲 抵制基隆庙口夜市这些行为 本质都是一样 都是把意识形态凌驾在现实生活 不让人说话 也不让人生活 既无民主素养 也伤害当地民众的生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冲击荣